Mamphan 今次又見面了 又捉你到我這裏來聊聊天 今次我們有些什麼題目 其實這些題目也跟你有關 每次你約我之前 我都會考考你 其實不是考你 其實我不懂 我不懂 我想你告訴我 反過來音樂我可以跟你說 硬件我真的要請教你 現在很多人都說儲舊碟 越舊越好 就是越舊越值錢 反過來音響硬件是否越舊越值錢 很多人說以前 煲好唱片和音響駕駛 是越聽越漂亮 這是否必然的定律 我覺得是兩體 因為有時舊音始終有點情意結 其實不是單止聲音 可能你見到一種懷念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感情的投放 未必是關於聲音 我覺得新的有新的好 舊也有舊的運氣 譬如你現在保持整套組合 Lokum统會取的相關來聽聽透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段 Nurse 交通員 kann 真的是有孔的 那個不就只是一個喇叭 為何會討論 其實一套音響最重要是喇叭會發聲 聲音的主宰就是喇叭 所以人家說買音響要怎樣去買 我也覺得要先找你喜歡的喇叭 之後才找其他器材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以前買喇叭就覺得越大越好 因為不夠大就覺得好像不夠威風 因為放在那裡就大大見 像音響的大層室都覺得越大舊就越貴 其實是否真的越大舊 用現在的新喇叭來看 是否越大舊的聲音會越漂亮 我覺得不是 不過通常播放更廣闊的東西是真的 但你說是否真的越大就越漂亮 其實Joyce細心說是沒有越漂亮 只是是否適合你 有時看喜歡聽甚麼音樂 還有很多人說 考究到喇叭是用甚麼木 其實是否真的追求得太完美 其實真的有影響 真的有影響 有些喇叭的聲音會有不同的聲音表現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學問 也是 你問完我的音響 我又想問你唱片 唱片會不會越舊也越好 其實和你的回答一樣 真的是情義結 有些唱片可能大家都不會聽 但那一刻大家聽的時候 感覺是很入心的 那張唱片永遠放在你面前 或者放在最就手的地方 其實我有幾張唱片都是這樣的 或者幾首歌曲 我都會 因為我家裡公司的機器 其實是最方便的 因為我買了一部Pioneer 可以放300張CD 好像Jupebox一樣一邊轉 通常放了百多二百張 前面的一至一百都是自己最常聽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 就是把自己最喜歡的放在身邊的感覺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把一些舊的東西收起來 但始終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我突然想到 早十多年開始 我想了一個很特別的收藏計劃 就是把一些不同時代的音樂載體收藏好 其實我已經收藏了很多 譬如碳碟一定有 還有那些統形的Cylinder 有很多很多 我的機器都買了 特意為了買這部機 花很多錢 就是去外國 Beat 到外國去找來買 另外 亦都把以前最早期 你知道最早期的錄音 是一條像鋼線一樣的機器 我一部機器我都買了 那部應該是四十年代的錄音機 第一代的錄音機 連鋼線都買了 我回到香港 寄回香港之後 試過去插 真的不合理 但不知為何 不合理了不久 就停了 但我都保留著這部機器 另外最初我開始聽歌時代 黑膠唱片都問卡式錄音帶 後來我知道原來 因為卡式錄音帶 不只是我們現在認識這麼小 有些卡式錄音帶 是這麼大盒 我亦都買了那些錄音帶 所以我覺得 我不可以說 要儲存音樂的硬件 軟件或載體 但我希望 將不同時代的 都自己認識之路 所以這就是我收藏的想法 即是你直接儲存這個歷史 是的 我其實很想打開音樂的軟件 或載體的博物館 當然這是幻想 下次有機會 我要拍下你這些珍藏 要我慢慢解僱 公司很小 都回答 好 我們今次分享到這裡 好 下次再想些什麼 好 大家一起聊一下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